每个国家似乎都有自己一套古时代传下来的秘书 这些秘书当中有的可以帮助人 有的只是被人拿来做些坏事 今天就要来看五个事实上绝对不要随便借出的邪术 迷魂降 迷魂降让寿降者对狮降者严听寄从施法 狮降时只需要知道狮降人会经过哪里 再将炼制成粉状物撒向他的头部 只要对方有吸入一些粉帷幕 不管对方怎么讨厌狮降者 只要狮降者对他提出要求 他都会严听寄从直到解降为止 请来被全杜组人 另外资厉害的黎文州 拥足十成功力 母头已人中钢头啊 我们等了整个钟头 等你们喝完钢头茶 我们一路等 阴阳降头草 阴阳草一根两形 一出一系通常都会生在一起 虽然被制成干草 但是如果你放在桌上 阴阳两草还是会产生蠕动 直到两根草结在一起为止 这个降头恐怖的地方是 当被下降时 会在人体内静静置身 直到几天后会以惊人速度延伸 众降者会莫名其妙发高烧 接着发疯而死 死后阴阳草会从身体长出 让死者尸体像稻草人一样 阴阳者降头树也是最不好解的倔强 骨匠 骨匠又被称为五毒匠头 五毒就是蛇、五公、蝎子、蜘蛛和铲除 方式为升匠和死匠 升匠是让重匠者被毒物出其不已的攻击钥匙 而死匠只是将毒物磨成粉状 混入食物中后下降 每个人发作时间不一定 主要是看降头试念的咒语 一旦发作 重匠人会痛苦万分 死状气惨 体内还会孵出许多怪虫 从七孔钻出 控鬼术 控鬼术 就像是养小鬼 很多降头师都有练鬼养鬼的方法 他们瓶中所遭到的鬼魂不止一只 年纪从婴儿到老人都有 所以不知道的人如果将瓶子打开后 就会被许多鬼产生 无法专心工作 精神不济 不管白天夜晚都会有鬼叫声及说话声 甚至在白天也看得到鬼 飞降 飞降包括玻璃降及飞头降 其中飞头降又是最神秘莫测的 也是最恐怖的 降头师利用符咒自身下降 让自己的头能够离开身体 而且并不是只有头飞出去而已 是连着消化器官 然后飞到外面吸动物人类的血 等到练成了飞头降后 开始吸食孕妇中的胎儿 而飞头降在东南亚也被联想为恐怖都市传说的女鬼 这些可怕的邪术希望大家看看就好 不要接触也不要了解太多 喜欢这个影片可以帮我按喜欢 想看更多恐怖影片可以订阅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